下来的暖心一幕发生在永康一家面馆 当天中午12点07分 一名身穿花色外套的男子 吃着吃着突然抽搐起来 隔壁桌的黄先生发现后 立马与朋友上前拽住男子给他顺气 这个我们也掌握不清楚 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了 那么所以后来我们先把他躺平放平 刚刚放平过以后啊 是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男子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微弱 黄先生和店老板一同拨打急救电话 之后黄先生为男子进行心肺复苏 35秒后男子醒了过来 12点22分急救车到达现场 男子被送往金华永康第一人民医院救治 热心帮忙的黄先生不愿透露全名 他说当时一心只想着救人 1818黄青眼综合报道